大家好,我是部長 賈惠真信社The Nice Guys 由鋼鐵人3導演Shane Black自編自導 羅蘇克洛跟Ryan Gosling主演的懸疑犯罪動作喜劇片 時間是設定在1970年代的洛杉磯 在講私家偵探Holland接受脾氣控管有點差的 Jackson Healy的聘請合作 要一起去尋找一位失蹤的神秘少女Emilia 但在尋找的途中卻發現 事情好像越來越不單純啊 眉頭一皺啊 好像背後有一個更深的陰謀藏在其中 這部片一開始看起來是一個設定很傳統的部片 就是那種以前90年代非常盛行的這種 兩人搞笑絆難組合 因為最近很多都是以特效片為主 像是那些超級英雄片等等的 這種類型的電影真的是越來越少了 而當我們就覺得奇怪這種電影好像很少出現的時候 這部The Nice Guys就出現了 而這電影一開始也是這兩個主角 因為一件事情 必須一邊認識彼此 一邊執行案件 羅蘇克洛的角色就是一個想要當私家偵探的人 但是沒有執照 所以偷偷私底下執行類似偵探業務的嚴肅角色 而Ryan Gosling這個角色就是一位正式的私家偵探 而且似乎過得還不錯 住好房開好車 這兩個不管是想做或者是正在做的私家偵探 就這樣 兩個人就莫名其妙湊在一起了 而這樣湊在一起就是會碰出一些很北七的火花 這兩個演技派的演員真的把這角色演活了起來 其實我沒有想到說這兩個人可以碰撞出這麼好玩的火花 羅蘇克洛他本來就是一個嚴肅的形象 所以他演這個角色本來就很適合 可是Ryan Gosling這次挑戰的是一個搞笑角色 我還蠻意外他可以把這角色撐起來的 裡面有好多段的那個笑話 真的在影廳裡面笑出來 真的很...真的...因為實在太好笑了 沒有想到這種好像已經瀕臨絕種的影片風格 現在居然還可以把它拍好 劇中裡面飾演女兒的這個演員其實也很不錯 他雖然是個小孩子 但是他有點像是這兩個偵探的一個搭檔 類似像以前超殺女的這種角色的一個定位 雖然他本身是沒有什麼打擊犯罪的能力 但是有時候他突然一個舉止或是一個想法 會突然讓這兩個正在狀況內的人 突然跳脫出來好像會領悟到一些事情 而這個電影整個風格其實真的很把700代的風格展現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比較喜歡的特效處理的邏輯 因為現在其實特效可以做到幾乎是所有...沒有事情是特效辦不到的 那有些影片就是會花很多特效在製造一些爆炸效果 或是一些那種很大的那種特效場面 還不如就把這特效花在怎麼樣呈現一個主題跟一個氣氛 這電影看完整個感覺就是會覺得很原創很新鮮 雖然說設定上是比較傳統 可是你會發現它其實裡面有很多節奏上跟一些... 一些事情設計上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兩個人居然可以有這麼好的搞笑效果 這個是大概是整部片段讓我最感到意外的 我相信這一部應該是會有續集 可以看到這兩個人這樣子的一個大檔 這樣子繼續出現在大家的眼前 最後我給這部電影8點5分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評 如果你對於這影評有什麼想法跟意見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喔 然後如果喜歡這個影片記得在下面按個讚 跟訂閱部長影像研究室的YouTube頻道喔 點這邊可以去看更多的影評影片喔 我是部長我們下次影評 請